在学习使用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 我们上个星期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 特别是二章的六到十一节 那是一个 当时非常有名的主耶稣的一个诗歌 就是歌颂主耶稣的一个诗歌 歌颂他从天降世为人 歌颂他降世为人之后 取了奴仆的形象 然后存心顺服于自己死 就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他死了之后 成就这个救恩之后 神又把他升到至高 要让万妻都跪拜 万口都颂战 口称他为主 所以我们读过了这样一个高潮迭起 感人肺腑的诗歌之后 就好像说我们 刚才赞美队带我们唱诗歌 对不对 那你唱了一首让你感动的诗之后 我们可能要问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不是说只有在唱诗歌的时候感动 感动完 我们又去做别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突然了 我们就白唱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就是 对我们刚才今天这个选的诗歌 有几首都是让我很感动的 感动到我都唱不下去了 只能够默默地祷告 因为我通常是这样子 就是说每个时期 我都会听那个时期的 听那个时期的诗歌 所以呢 然后呢 以后再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 就会想到那一段的日子 所以今天选诗歌的弟兄 他的这个 这个属灵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是跟我是很类似的 所以选到了几首 让我很感动的诗歌 那我们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诗歌让我们感动 是因为他能够挑起我们的这个心 那我们读到腓立比书二章的 我们上礼拜读了六到十一节 我们讲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会唱的 那也许有人把它做成现在诗歌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听说当时这首歌 在各教会传颂的时候是唱的 是可以唱出来的 就好像中国的那个 以前的诗经是吧 诗经以前听说也是可以唱的 这个风雅送腹笔心是吧 就是说那些是可以唱 后来我们也都不会唱 我们只会背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听了这首 这么感人的诗歌之后 明白了耶稣基督 跟我们有这么深刻 真实的救恩的关系之后 然后呢 然后要做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应该有怎样子的生活 或是应该有怎样子 一个生命的态度 那你可能要回到腓立比书前面 第一章的前面 他讲到说 就是说你们什么 你们的行为要与什么 所受的福音相称 要活出那个 与福音相称的那个生活出来 那所以他就用了后面 一直在讲 就在还在讲这一段 讲了保罗自己的见证 讲了耶稣基督的见证 接下来他就是要问 腓立比教会说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们了 你们要怎么样子来过 你们基督徒的生活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 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一起来思想 保罗借着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对当日腓立比教会 弟兄姐妹的谈话 今天神要借着圣灵 如何来向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好 一起来读 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 这样看来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议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味 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也使在这世代 好像一旁照料 将神的道表明过来 要不在今个日子 可怕我没有梦 也没有梦 我们的心情 为共见的经文 所以我也将也在此上 也使用了 并且与你们我们一同时的 你们也要照样此的 并且与我们一同时的 好 我看一下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跑错了 请这个控制室的 帮我控制一下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我们念到哪里 这边念完了吗 还没念吗 念完了 OK 因为这里跟这里的是不一样的 我要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的经文 二章十二到十八节 这一段经文 看起来字面上来讲 是一个不是难懂的经文 但是它里头有一些 也是让我们有点不容易懂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什么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是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那耶稣基督不是 祂的这个 我们刚才唱十字架的光辉什么 爱 就是我们唱祂是因耶稣与我同在 我们意思就是 我们想象的这个救恩的关系 跟我们好像有点差距 恐惧战经就让我们想到 就是比较害怕的 比较是有一点距离的 然后做成得救的功夫 这是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一个事情 首先我们看他为什么 他讲到说 你们就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看一下你们 看的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就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讲到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这样看来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腓立比书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这个 耶稣基督的这个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 这样一段的 歌颂耶稣基督之后 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认识 或是重新的认识之后 那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 他与我们有怎样的关系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生命呈现 他第一个讲到就是 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就是什么 就是恐惧战经 我刚才讲到 说这边恐惧战经 倒不是说 因为耶稣的形象很可怕 或是因为耶稣 他呈现出来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 一个救恩的样式出来 使得我们都非常的什么 害怕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这种害怕的经验 我们这个 我在台湾这个 我们当时这个 联考制度下长大的 我记得我们读中学 读初中的时候 我们是要分班的 是要分那种数学班 英文班 知优班什么班 对 那我很不幸 我一年级的时候 非常的努力 所以就被分到了 那个叫做数学知优班 就全校最好的数学班 就我们那个导师就是一个 我们导师就是数学老师 他就非常的 非常的严厉 严厉到有点没有人性 他每次那个考试 断考考完之后 发考卷 他就是 陈尧介 到你前面来 他看看你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没救了 他就把你的考卷就这样 丢在地上 让你自己捡起来 没救意思就是 他就不想要打你了 他放弃你 他不是说你没救 他说陈尧介 你一直考这种分数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放弃你了 把那考卷就丢在地上 然后你就要 谦卑 恐惧战精地 去拿那个考卷 夹着尾巴朵 然后呢 如果他没放弃你 会怎么样呢 王松 过来 然后看 王松错了一体 然后他就拿那个 我们那时候有黑板 有那个板叉 你知道吗 他就拿那个两个板叉 就往你的脸上 打下去 真的打下去 然后你脸就变成白色的 很好笑 对 但是 对 但是你坐下面的人都不敢笑 为什么 因为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然后他看你这边还没有 还是没有白色 他就再补密一下 哇 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 而且这些老师都是当届师大出来的最优秀的老师 这是我后来大学联考的时候 去考教育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说我想要知道说 在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之下培养出来这么优秀的老师 怎么会对这样子小 这种叫做preteen的 这种十三四岁的孩子 男孩子 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上数学课 我们都非常的恐惧战斤 真的是恐惧战斤 每一天都不晓得 我会不会被放弃 我是被放弃好呢 还是我被I板叉好呢 我I板叉表示说我还没有被放弃 但是我I板叉又在整个大家面前这样子又很难过 所以我到现在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这件事情 我的老师不晓得会不会听到这一段 或是我的国中同学会不会听到这一段 这是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的一个心内的话 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 那伤害是说 你不是说你的疲惫被打得多痛 而是那种心灵上的恐惧 心灵上的惧怕 以及对自己的一种的 要肯定跟被否定之间的那样子一个拉锯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到说 恐惧战斤 实际上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他这个地方讲到应该比较像是什么 我想到就是 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段 彼得遇见耶稣的一个描述 那个描述是什么 就是彼得他们捕了一个晚上的鱼 都没有捕到鱼 结果耶稣他讲完道就叫彼得说 把船开到水深处 下网打鱼 有没有 然后彼得他是专业的渔夫 我们都知道这段叙述 那这个夫子他只是一个木匠 最多就是从木匠出来 另类的很会讲到的 当时很会讲到的一个夫子 所以彼得才会说 那就好 那但信你的话 就开去吧 就是姑且听之 你是夫子嘛 我就姑且听之 就把船就照着他的那个地方 开到了 他觉得不是捕鱼的时间 不是捕鱼的地点的那个地方 按着这个夫子的意思 把网丢下去 看你会什么样子 结果怎么样 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捕到什么 装满了两只船的鱼 而且船差点要什么 沉下去 所以彼得看到这个事情之后 他没有 哇 发了 有没有 他是怎么样 他立刻的反应是什么 他立刻的反应就是 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有没有 我想 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 所谓的恐惧战惊 就是彼得这时候的心态 因为他发觉到 他本来蛮不在乎的 姑且听着这个夫子 他不是别人 他是神 他是那个说有就有的神 哇 你在神的面前 你能够怎么样 瀑布敬拜 说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不晓得 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是什么 前一阵子 我知道那个 大家都是想要 把福音传出去 有时候就会用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能够 切近大众的方式 来讲耶稣 那有一阵子 听说那个香港 叫耶稣叫苏哥 是不是叫苏哥 还是耶哥 苏哥吧 苏哥 还是什么 苏哥 这个是很好 而就是为了要接近年轻人 但是苏哥 苏哥 你要让苏哥 你要让这些知道苏哥 认识苏哥的人 知道他除了是苏哥之外 他也是定在十字架上的 那个神的羔羊 否则你只停留在 苏哥的阶段的话 对这些的孩子 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顶多他多了一个好朋友 原来这个 大家讲的 这个宗教上的耶稣 他其实是很好玩的 除了好玩之外 我们要把那个 敬畏神的心 借着对神 一步一步的认识 能够更多的 能够带给我们的会众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 我们既然认识到了 这个耶稣 他是谁 他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了 我们刚才说到 万妻要跪拜 万口要传扬 就是无不口称耶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有没有 就是 他把他身作至高 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 基督为主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描述 也就是这是我们来到 耶稣的面前 不管是现在或将来 我们会有的态度 跟会有的反应 跟会有的动作的时候 那不就是恐惧战惊吗 因为最终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 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下一次 再真实地见到 耶稣的时候 我相信 他要么就是 我们的救主 要么就是我们的 审判的主 我们在他的面前 只有像彼得一样 伏伏在他的面前 这叫做恐惧战惊 所以这恐惧战惊 是带着一种的 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 你是跟随耶稣的 你认他为主的时候 你这种恐惧战惊 就会是一种 喜悦中的恐惧战惊 因为你知道 你靠近的这是一个 他是神 他不是别人 然后后面 在讲的另外一个事情 恐惧战争 他说 又当恐惧战惊 做成什么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是另外一个 可能我们在讲这个事 讲这一段经文当中 会有的一些的疑问 我不晓得大家读了这个 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会想到说 保罗在这个意思就是说 神已经做完了他的部分 在救恩上面 神已经做完他的部分 剩下的我们应当 努力来做成我们的部分 是这样子吗 我们才能够得救 另外有的想法 可能会是说 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 没错 但是能不能够持守到最后 这就要看我们 是不是能够做多少 做下去 做成得救的功夫 所以我们照字面的理解的话 我们可能会陷到 这两端当中 那我们就会讲到说 那因性称义 带给我们的这个称的义口 这个救恩 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我们还做不够 我们还必须要做一些什么 才能够完成这个救恩吗 那当然了 另外有人可能就会说 就是叫做叫做什么 Let go Let God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就是就放手 放心 交给神吧 什么都不需要管 让圣灵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救恩 完成救恩 但是我想保罗在这个地方讲 应该都不是在讲这些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确实 已经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这个救恩 所以他说成了 成了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 你们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你们也不能够做什么 所以 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也是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是属他的 所以我们从他领受到 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救恩当中 同时领受到 他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新的生命 放在我们这个里头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活出来 所以你看那个英文 他那个做成得救的功夫 很多地方他就叫做walk out 要把它行出来 做出来 让人看见 你有这个新的生命 我常常在讲 就是说你今天 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你给他挂在衣橱里头 不舍得穿 谁知道你买了一个新的衣服 你要把它穿出来 你要说 哇 牧师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是的 太太买的 那你要是挂在那个地方 谁知道你 知道你天天回家看一下 看久了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已经在 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个救恩 我们既然是属他的人 我们领受这个救恩 我们就应当把这个救恩 带来的改变 好好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并且呢 除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这个救恩之外 这边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是 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意思就是说 除了耶稣 这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 他给了我们 在这个救恩当中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来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活出这个救恩所带来的新的生命 这是神的心意 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神的心意要我们不单单是 因信靠顺服而得救 神的心意更要我们立志 将这救恩带来的改变 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 你们立志行事 你们要有一个决心 我要改变 对不对 我要改变 你不是说一直说我要改变 你就能够改变 你还要有行动 你要有行动 把你要改变的那一个决心 带在你的什么 行动当中 你才能够怎么样 你才能够看见改变 对不对 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说 你要戒烟 你就要想个发 就是说 好 那我要怎么戒烟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抽烟 可以 但是大概过了五分钟 就想抽烟了 那怎么办 但你有决心 你有行动 你有决心 你有行动 那个行动就是我要去戒 对 我要去戒 戒了五分钟呢 又抽了 至少你戒了五分钟 这就是改变的一个困难所在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 他除了给我们这个感动 要我们去活出这个不一样的生命 要我们用一个跟过去不同的生活态度 来生活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后面这边讲的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 意思就是说 神不单单是给我们感动 让我们去行出这个改变出来 神更是亲自的在我们的意志 跟在我们的行动上动工 就是他这句话讲到的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神借着圣灵 在我们的意志层面上做工 神借着圣灵也在我们的行动层面上做工 也就是说 他一直催促着我们 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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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说 你要减肥 你就是 里头可能就有一个 或者你家里就有人跟你讲说 要减肥了 要减肥了 不能再胖下去了 不能再胖下去了 有一个声音催促 那声音催促呢 那还有人要帮助你怎么样 做成这样一个行动 减少你吃的东西 逼你出去运动 所以神他这个地方讲到说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食 所以神不单单是把这样一个改变的可能 改变的感动给我们 他并且把这个什么 改变的真实 做在我们的意志当中 做在我们的行动当中 讲到这个地方 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神的主权的问题 有没有 就是神既然他掌管一切 他做一切的事情 那我们还做什么呢 我们就做这个地方等他好了 他要做成 他要让我戒烟 他就一定会让我戒烟 我根本什么都不要做 就做成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这叫做神迹 神迹不见得每一次 都会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能够领受到 感受到神他这个时候 已经在你心中的这个催促 然后照着他的催促 去做 一步一步地去做 好过一直守株待兔的 等待神迹的发生 我跟大家讲过嘛 戒烟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 是我信主受洗之后 发生的第一个神迹的改变 我跟神祷告 说主啊 我抽烟抽得太多了 太痛苦了 戒烟戒不掉 戒到我整个人 都不晓得 开下不是人了 因为花好多钱 美国烟用那么贵 对不对 让我戒烟吧 对不对 我受了洗之后 第一个祷告就是 让我戒烟吧 第二天起来 就没有想抽烟了 这叫做神迹 然后两个礼拜 证明两个礼拜之后 竟然都不用抽烟 平常要写报告的时候 要打报告的时候 要抽烟 对不对 吃完饭要抽烟 心情不好的时候 要抽烟 心情好的时候 也要抽烟 无时无刻都要想要抽烟 对不对 因为他控制了你 你鼓钉在里头 一直运行 结果那天早上起来 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平平静静的 去上课 平平静静的打报告 平平静静的生气 平平静静的欢喜 意思就是说呢 饭后一根烟 快活是神仙 也没有了 第一天发觉到 Unbelievable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呢 第二天就这样 我就说 十四天 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证明说 这真的是神迹 因为这种事情 不可能发生的 我跟大家讲过 我可怜到说 我那个Sainsgiving的 晚上白天没有烟的时候 开着车子到 那个大学城里头 每个卖烟的地方 都关门 那时候我们在 那个Minwest 非常虔诚的一个地方 那个Sainsgiving 全部都关门 没有一个店 开到highway的 那个什么 加油站去 加油站也关门 天哪 什么世界 买不到一包烟 然后只好回家 把那个垃圾桶里头 那个烟屁股再捡起来 再来抽 抽一抽 可怜啊 所以我说 你被一个影控制的时候 就是这样可怜 但是我说 那时候我烟摆在那边 我买了 那时候一买 都是买一盒烟的嘛 一盒烟都很贵的 我是讲过 我摆在那个地方 碰都没有碰 也没有想抽 也没有想动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这叫做神迹 但是你生命当中 不可能一直等待神迹 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迹的发生 是要神告诉你说 我在这里掌权 然后呢 你要听我的一步一步走下去 那不见得每件事情 神都会把神迹安排在你当中 因为你会长大 你不可能永远是那个神 拿那个东西喂你吃的 那个属灵的baby 你会长大的 你长大之后 你也不想要人家 一口一口喂你吃 所以我们就要有个敏锐的听觉 听到神的声音 知道神 祂这个时候 要我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应当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就应当 竭尽所能地 去改变我自己 去改变我自己 我也说过 我做传道的人来讲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 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不是 就是不适合 本来就不是适合做传道的人 又没有口才 又不喜欢跟人相处 然后喜欢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 我能够做什么呢 听到神的声音 然后硬着头皮 去做我觉得我不会做 或不能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见神对你的改变 你看见你敢去敲人的门 发丹章 看见你能够去到人家家里 跟他谈 去跟他聊 并且从失败中 就是说你一开始很紧张 很紧张都不晓得 都不知道人家讲什么 然后你自己讲话 也讲到结结巴巴的 希望赶快过去 但是你至少跨出一步 你听到神的声音 你照着他的 这叫做意志上的改变 然后你有了行动 这叫做行动上的改变 然后你做完之后 你觉得你非常的喜乐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神成就什么 他要成就这个 他的美意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会发现到说 哇 其实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告诉 我说你就是我啦 我说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就可以告诉 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我被神改变 我被神改变 不只是神迹当中 经历神的改变 而且是我行动上面 愿意顺服神带出来的改变 等待神迹 可能一辈子等一次 但是呢 意志跟行动上的改变呢 你却能够 一步一步地跨出去 就像那个 刚才唱那个 爱我愿意一样嘛 对不对 爱我愿意 你只要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不是说 你在结婚的那一刻 告诉你的配偶说 我愿意 而是一生一世 谨守这个承诺 付出行动 告诉他说 我愿意 同样的 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清楚的 这个地方看见 我们为什么要 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功夫呢 因为神已经做成了 而且这么一位尊贵的神 为着我这样一个 不配的人得救 他竟然大费周章地 来到世上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他说成就成 他说我成就成 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 来到世上呢 而且虚己 取人奴仆的形象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这不叫大费周章吗 这个过程当中 三十三年 然后三年的多的传道 然后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真实的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只为了要让我得救 我面对这样一个救恩 我面对这样一个救主 我怎能不恐惧战兢 但是同样的 他又是那个万民 超乎万民之上的 那个主 他是那个蛮有荣耀的主 面对这样一个主 我怎能不恐惧战兢 面对他向我所说的话 他对我的吩咐 我怎么能不好好的 尽全力的去做成得救的功夫 让人知道 我是被他改变的 让人从我的改变当中 认识到 这位神真的爱我 他是这样子的爱我 他不只是在 得救的事上爱我 他在我得救之后的带领事情上 也一样的爱我 想到他的这样子一个爱 不离不弃的爱 我怎能不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功夫呢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那个彼得 彼得他 他对主的一个经历的时候 主耶稣并没有仅仅让彼得 和他的同伴认识到 他是 啪赏赐给他们 两个满满的船 险些沉下去的那一个主 他也没有仅仅让他们认识到说 他是应该他们 瀑布敬拜说 主啊我是罪人 离开我的那一个神 他更进一步地呼召彼得 来跟从主 他说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到 神在彼得心里运行 不只是让他有个感动 并且在他意志跟行动上面 神掌控他 帮助他 使得彼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把两只船靠了岸 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本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你若是能够不 消灭圣灵的感动 抗拒圣灵的带领 你就能够如同彼得一样 回应神对你生命改变的 这样一个呼召的一个事实 你可能不是撇下你的船 撇下你的所有 但是你一定是在你的意志 跟在你的行动上面 尊主为大 让他来带领你 让你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出 神对你的改变 那个改变是什么呢 我们来往下面看的时候 彼得这个地方 不是彼得 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 让我们看见 就是当神的主权充分地运行 在我们的身上之下 我们说我们完全顺服他 在我们的意志上顺服 在我们的行动上顺服 那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 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具体的表现就是 他第一个讲到 反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听起来这个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我们好像怎么讲 就是说很普通的一个教导 很普通的教导 发怨言起争论 但是他前面加一个什么 反所行的 有些英文的翻译是 all things 就是你生活当中 所有事情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这容易做到吗 不容易 你常常会向谁发怨言 发怨言的对象是什么 通常都是在你上面的 有那种authority 有那种权柄 挟制你 控制你 或是要求你做事情的人 但你又不想做 你才会发怨言 你不会跟你的儿子 或跟你的女儿发怨言 除非你去跟他吐苦水 我的意思是吐苦水 就是说你去跟他 我公司不顺利 在教会里头 谁谁谁不好 那就吐苦水 他这个地方发怨言 就是说埋怨 通常 而且那个 听说那个原文 他的用的字 他是用那种 像英文有叫做murmur 就是说 喊在嘴巴里头 通常就是 我们对我们的上司 我们的老板 我们就在私底下 你不应该这样子 发怨言 这叫做发怨言 所以发怨言 取争论 通常是我们 抗拒 上面的人 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有了一个反应 所以 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的特点 就是发怨言 取争论 有没有 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当中 有圣经上记载说 他们试探神 那试探神的具体表现 就是什么 发怨言 取争论 发怨言意思就是说 神要你做 你却不想做 你不想做吗 你又不敢不做 然后你做了起来 心不甘情不愿 然后就在背后底下 讲一些 说三道事 或者就在那边 看 或者在那边 讲 找几个人 一起讲 讲 讲多了呢 你就觉得 可以纠纵成事 然后就觉得 团结力量大 我们一起怎么样 一起来造反 所以 发怨言 发怨言实际上是一个 所以他这个地方 第一个讲到 反所行的 不要发怨言 其争论 然后呢 使你们 使你们 无可指责 诚实 无谓 在这弯曲 悖逆的世代 做神 无瑕疵的而立 所以我们看见 他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 那个图画是什么呢 保罗他喜欢用一些 图像画的一个 来说明 他要一些教导 所以他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到 第一个图画是什么 无瑕疵的儿女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他前面讲到的 反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意思就是说 你要做神 无瑕疵的儿女 第一点 我们要知道 我们都是神 无瑕疵的儿女 你说怎么可能 我不是 我还不配 我做得不够好 我刚信主 我懂得不多 或者我还有很多罪 对 没错 但是因信 你都被神称为义 然后呢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都得着了这个 神无瑕疵儿女的身份 得到这个身份 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身份 活出来 这叫做什么 做成你得救的功夫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 你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然后呢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畏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成无瑕疵的儿女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代 是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一个 不说诚实话的世代 这个世代 是一个许多的事情 大家都视为理所当然 实际上都不对 大家却当作是对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一个相对主义的世代 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对就是对 或者说 我说了一百遍就是对 然后呢 你信不信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把 不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神无瑕疵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 活出来的话 我们就应当是一个 毫无杂质的人 这叫做诚实 诚实那个原文意思就是说 那是你没有杂质的 你不是说 模拟两可的 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你觉得好就好 没有问题的 错 你要告诉人家 什么是神的心意所在 在神的心意当中 是有是非对错 黑白分明的 没有模模糊糊的 没有那种灰色 模拟两可的 没有说你说了就算 你好就好 你要告诉人家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或者说你要告诉人家 在神的心意当中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这叫做诚实无畏 并且当你自己犯错的时候 你要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你的错误 承认你的错误 这叫做诚实无畏 如果你不能够诚实无畏 你怎么能够无可指责呢 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 都没有办法把 基督信仰当中的这些的要求 这些的强调 能够活出来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呢 人家怎么能够从你的身上 看见说你跟人家的不一样呢 你也只不过是在这个 弯曲弊尿的世代当中的一份子而已 你可能可以跟着大队 一直往前走 但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 我们第一个对神 或是对我们上面 要求我们做事情的那个人 我们不要只会发怨言起争论 我们要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不只是在那个地方 自怜 自怨 自爱 就是我们不要在那个 我好可怜啊 我遇到这样的人 神对我都不好 我们不要只是会在这个地方发怨言而已 想一个解决的方法 神要我做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愿意 按着祂的心意去做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把我们的委屈告诉神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借着祷告告诉神 说我为什么不行 你可以跟神有一些的 祷告当中的交通 即使是先知 你看那耶利米 他也是反反复复地 在跟神有一些的 这样子的一些的讨论 的祷告 大卫就更不要讲 我们不要只会发怨言起争 跟神发怨言 跟人起争论 这样子人怎么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 你是神的儿女呢 我自己的服事的经历就是 就是以前讲的都有点口急了 不是好的一个见证 就是我以前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 我上次讲到我在机构那个服事 机构那个服事 实际上那几年的服事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魔术跟建造生命的一个带领 后来因为我发觉到说我的一些的理念跟他们有点不一样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平平和和的分手 然后我就到因为美中不足 恩典有余 就是美中很多教会 有教会有查经班 没有牧师 没有传道人 所以我就到了一个地方去 我那时候那个机构出来的是很抢手的 一方面因为那时候缺传道人 一方面那个机构出来是有品质保证的 那我去去一个教会 一个刚刚开始建造的教会 去那边做他们第一任传道人 年纪太轻 像罗伯安一样 听了少年人的话没有听老年人的话 所以呢 就常常觉得说我是牧师 你们是同工 你们要听我的 结果这些同工都不听我的 结果呢 他们 我说实在 我那个教会 那时候的教会 我刚去的时候四十出头 那边的同工都是五十 大概都是五十左右 都是大我大概快十岁或十几岁的 他们怎么会听我这个刚出来的传道人呢 你凭什么要他们听你的呢 只因为你是传道人 你就一定要他们听你的 他们不听你的 你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不听你的 所以一开始就累积了很多的张力 在我们彼此之间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委屈啊 所以我就去跟我 带领我的那个高牧师 那也就是那个机构的那个负责人 我就去跟他 跟他这个埋怨啊 吐苦水啊 请他来 去那边帮我们 做一下调和的工作 结果我以为说 他是带我的这个 带我的人 他应当会帮我说几句话 对不对 或者来安慰我一下 就他就去听了这些同工话之后 就跟我约在一个 highway上的一个麦当劳 见面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深夜的一个麦当劳 我经过那个路上的时候 他就叫我停下那个地方 然后呢 讲话就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顿 哇 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意思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传道人 你是去服侍他们的 然后你没有一个服侍的榜样 你怎么去服侍他们 你只要他们听你的 谁听你的话 反正 详细不讲了 重点就是说 在那一次谈话 让我 让我这个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我觉得说 哇 你怎么会 一开始我听得很生气 你怎么一点都不帮我说话 你也不安慰我 但是后来的日子 我非常感激他那一天 狠狠地骂我一顿 也就是说 我们做什么人 要有什么人的样子 我一直紧紧地记得 我来是要服侍人 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那你凭什么 说因为你是牧师 因为你这个 这个这个是全时间出来服侍 你就能够让这些 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间比你长 他们信主的年岁 不见得比你短 他们跟主的经历 不见得比你少 凭什么 他们一定要听你的 我一直在学这个功课 后来 在那个教会当中 跟这些同工学这个功课 然后学到 我愿意放下我自己 我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上 能够听他们的意见 能够跟他们一起同工 所以感谢神 我后来 后来 后来 在那个教会 建立了他们的这个宪章 然后建立这个长老制 就是说 要选一些长老 不管你有没有牧师 是一起来 治理这个教会的 感谢神 就是说 我要讲的这个事情是说 我们做什么人 要有什么人的样子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要有神的儿女的样子 我们今天做神的传道人 我们就要有传道人的样子 别人他会用一个高标准来看你 你要感谢神 因为人家看得起你 但是你要同样的 要有一个相对应的行为表现出来 你才配得过 别人对你的一生的称呼 以及别人对你高标准的一个审视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弯曲 被谬的世代当中 要知道 别人是用一个高标准 在看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要觉得随波逐流 跟大家一样就好了 人家最后会问你一句话 说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怎么也做这种事 或是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也同意这样子的事情吗 你要怎么回答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 无可指责 诚实无畏 神无瑕疵的儿女 然后在这个 让我们显在这个世代 当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生命的道不是在讲台上讲的道 生命的道是在生活当中 活出来的道 把那个话 the word of life 把那个话 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 的每一个关系当中 不论是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 跟你同事的关系 在教会当中的关系 你怎么样子把这个生命的道 活出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 你要记得你的身份 并且你要配得过你的身份 你要记你所能的去 完成这个身份 神要你所做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能力 他已经把这样一个行动 都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了 我们前面讲到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顺着这样一个感动 然后去顺服神 去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 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 那他这个地方 讲到他也是给我们看见几个 几个图画 我讲到说 保罗他很喜欢 用一些图画 能够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认识 他这个地方图画是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图画就是说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跑步 腓立比是当时一个 很大的一个城市 我们一开始有讲到 他应该是跟雅典 这些城市是类似的 意思是说 那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什么 竞技比赛 有一些这种格斗 赛跑 就是在那个城里头举行 所以保罗他一定 对这样子的事情 非常的有鲜明的印象 所以他在他的 他的这个书信当中 常常会提到什么 跑步 所以他说 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什么 没有空 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那怎么样子能够让 保罗说的 就是说 怎么样子能够 让我们所做的不是徒劳 让我所跑的不是空跑 前提第一个就是说 我回应神的呼召 我照着神的心意 顺服神的心意 有一个行动去做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要竭力地去做 也就是说 一个赛跑的人 他上了那个跑道上面的时候 枪声一响 一跑的时候 他一定要什么 尽力去跑 一直跑 而不是说随随便便跑 你随随便便地跑 你就不会说什么 我空跑 我徒劳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本来就是空跑 你是徒劳 你根本没有想要得胜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上了那个跑道上面 我就要尽力 一直 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才能够说 好叫我没有空跑 没有徒劳 那怎么样子能够 没有空跑 没有徒劳呢 就没有了 在这里 所以就是他这个后面 后面讲到了 就是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教练其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就是讲到说 我们要能够完全地献上自己 要看 不要在凡事上面 都觉得自己要当主角 主要的那一个 不要让所有聚焦都要你的 不要所有人都听你的 而是 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 他这个地方讲到一个 献祭的一个图画 他说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也就是说 我把你们在信心上面 所摆上 所做出来的事情 当作是我呈现在神面前 最好的那一东西 而不是我 坐在你们身上 那个说 我告诉神说 主啊 我在腓立比教会 做了多少事情 没有 他是说 主啊 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如何的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这个是他呈现在神面前的 并 然后呢 如果他能够有什么的话 他说他只是那个什么 胶垫在其上的那一个酒而已 上面 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那主要的部分 主要的部分是他所服事的对象 并且服事的对象 所带出来的那个什么 成长 那个是他可以夸口 或者那个是他可以在神面前 引以为乐的事情 我们今天如果可以 从我们服事的对象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改变 然后呢 我们而有那个喜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喜乐 我们很多时候 华人世界 我们教导 教导人都是 你一定要成为第一的 有没有 你一定要成为第一的 你一定是要那个英雄 你一定是要那个 大家鼓掌的那个对象 我们很少教孩子 至少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很少教孩子说 你要为着你的同伴 他们的得胜 鼓掌 你要跟他们一起来分享 什么 他们的 他们得胜的喜乐 我们只是想到说 他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不是我 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 你会为什么是他 今天为什么 总是他是被夸奖的 为什么都没有我呢 但保罗在这个地方看见 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完全摆上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计较自己的得失 就能够从付出的当中 经历喜乐 我们不要太计较跟别人的比较 就能够从彼此的对待当中 享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 神要我们一同喜乐 做工的 领受的 一同喜乐 神要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 都能够一同喜乐 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名义 而不是我努力做成了什么事情 值得得到神的称赞 最近我们在做那个幸福门训 就是我们为着幸福小组 一批有刚信主的一些受洗的弟兄姐妹 我们开了一个幸福门训的课程 十一周的课程 我原来的意思是希望说 我能够带几个童工 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建造童工 又建造这些新弟兄姐妹的工作 但是因为暑假的时候 大家都很忙 事情都很忙 所以变成我一个人从头杀到尾 就变成说 我本来是说我只要跟他们一起 就一起来预查 或者说我能够一起参与 然后这些童工来带 就大家都有事情 所以就变成我来带 然后因为我们要顾虑到 这些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时间 他们很多都 几乎都是有小小孩的 要睡觉的时间 所以我们后来讨论一下 讨论时间就定礼拜四 晚上九点半 对 午夜场 这真的是午夜场的门徒训练 那通常 礼拜四都是我比较忙的时间 我们早上有时候开那个什么 Pastoral Step Meeting 或Prayer Meeting 就是跟那个两个牧师开会 或者有一些外面的会 外面的一些会 也都喜欢在礼拜四下午 我不晓得为什么 大家都选那个时间 所以然后呢 或者要去探访 就晚上到十九点半前还可以 有时候有探访 还要去探访 所以呢 对我来讲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但是 我每一次上完课 大概都上了十点半 或快要十一点的时候 感谢神 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幸福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幸福 不是说 我终于可以睡觉了 而是因为我看到这些 刚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缺席的 每一次认真的来学习 认真的在追求 就他这个地方讲到了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虽然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子的说 但是我可以稍稍地感受到 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因为我们的百上 他们能够成长 我们的心是喜乐的 那个喜乐是非常大的 那个大是胜过我们身体的劳累 心理的疲乏 那个大是值得我们一直做下去的 因为那个喜乐 是从神而来的喜乐 那个喜乐就是他这个地方讲到的 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得救的 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都能够恐惧战精 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并且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靠着神 经历神 并且能够把他在我们心里运行的 那个美意能够成就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主 谢谢主您自己带领 我们在腓立比书当中 我们不断地来认识您 主我们知道 在圣经的理解上面 我们很多地方也许有不足 主我们在经历上面 在一些的阅历上面 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 主但是我们感谢主 因为您是那个带领我们的主 因为您是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主您自己美意的那一位 主就求主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 腓立比书当中我们更多地来认识主 并且更多地认识您是那个 改变我们生命 并且要改变我们与人的彼此的 关系的那一位神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 把我们与人的关系都交在主的手上 帮助我们认清你所给我们的角色 并且让我们能够好好地扮演好 我们每一个角色 在这个弯曲被虐游的世代 让我们能够成为 主您自己无瑕疵的儿女 使得您的生命的道 能够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世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